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翟姨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一步一讲运发现新台湾 最近食品安全成为话题 台湾真的有黑心业者 但也的确有良心农民 尽管是种番薯 我们今天要带您看的这个主角 他年轻的时候呢 曾经跟着爸爸一起做农药生意 但后来他决定务农 而且绝不用农药 他宁可选择用最踏实的心意 提供天然的食物 尽管这个过程 等一下你会看到 很辛苦 但是对他来说 这是一种坚持 也是一种选择 我现在就是要来 这种采收 你像我这就是没有 你们这花都好久 已经是这一季番薯采收的最后一天 酿鞋和一枣家族玛丽 几期红隆隆几乎没停 不过鸟儿对那超大分贝 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随着番薯番薯地面的各式小虫 都是大餐 吉北阿桑这时候也要吃早餐了 还是有杨学汉张罗 虽然都在打杂 杨学汉的名号可气派着 从小大家就叫他番薯王 我们这本地化的名字叫阿韩 他们就叫阿韩 阿韩就去求番薯 小时候都要去捡番薯 家里整个状况差 那就是求番薯 他就说求番薯 番薯 番薯 我比番薯比较大 我那时候个子很小 这八顿拿着就要去求番薯 就说他们都叫我求番薯 我比那个番薯比较大 我这公子很天命 是不是要来种番薯 不过即使是命中注定 杨学汉还是到四十岁以后 才真的开始种番薯 这工作太辛苦了 例如采收番薯 大半还是靠手工 吉北阿桑连拉带班 总算装满几篓子 杨学汉离过这一行地 赶快另一项后勤补给 你这边怎么开后勤了 你还要再来 你还要再来 阿桑们手下没停 一边跟我们解释 不要以为韩吉错用 在篮子里没放好放整齐的话 一层薄薄的皮 刮破碰破就不好了 而那层皮 当然更挡不住老鼠的大牙 那番薯好的一端 看来是很饱满的 真可惜 现在只能回土岭 正说着杨学汉 载着空篮子来了 原来这一早开始辛苦弯腰的工作 由杨学汉的妈妈领军 忙了大半年 最后却只能看着大批番薯 被虫被老鼠啃得坑坑巴巴 伯母有一些生气 那是一个辛苦耕作 收获却被掠夺的地狱 不过杨学汉说 以前的生活对他而言 更像地狱 杨学汉本来跟着爸爸 卖农药 农药就是很坏味 我一天转起来 就是过京厨都全农药味 你农药味来说 只要花一些钱 过京厨的健康 你怎么去跟他商贵 对是不是对这些小孩很不够 因为都过京农药味 农药味道是贫着就有了 于是等到杨学汉做主以后 他带着全家人生涯大转弯 那么要改做什么呢 转行务农出奇 杨学汉也跟附近邻居一样 种西瓜种到米 因为瓜都烂了 杨学汉完全没有农药 他说他可不想再闻那个味道 可是三年农药没收入 只靠以前的积蓄过日子 也不是办法 番薯王终于想到 栽种躲在地下的番薯 而这块浊水西南岸 高潭地上的沙普 也刚好适合番薯在地下伸展 只是这块地对人来说 有件事情就不怎么好受了 每当东北季风吹袭 红杯刷实在厉害 杨学汉很会苦动作乐 不然有机工作的生活 又是还真欲足 在云林乡下 那时候杨学汉完全不知道 有机农产品要找谁来买 而番薯也还是会遭虫害 已像鸡木虫咬过 番薯会有疤 甚至会臭会烂 左邻用社都看着 看熟悉农药的杨学汉 什么时候破解 所以前后又三年时间 杨学汉找资料问专家 费洛蒙防治法治两年渐渐看到效果 对付老鼠则靠田边的陷阱 其实这几年田里生态越来越丰富 对付老鼠的也多了一样 也就是说那很毒的蛇还在附近 那么耕种的人风险不是更大 没用农药有机工作 产量社会打折扣 可是番薯品质越来越好 也值得回仓库以后 更多小心合伙 行李番薯原来要这样细致 一个一个毛刷轻轻刷 杨学汉种的是台农57号番薯 皮特别薄 稍微碰破 分类马上降级 说来杨学汉的分类真是有一些咳 汉吉隆选番薯要中间饱满两头尖 表面尽量平整 最好皮色在土黄土红中带一抹金光 才当得起A级评价 只是杨学汉说太大了也不行 这条 给你看看 A 这条美败还这么漂亮 一定是B的 这也要是 这超过头大戏 就是说你要上架的机会很少 要上架就上不用 就放这条就好了都买了 我们不免嘀咕 这样分会不会太挑 杨学汉说还有更厉害的 这可是英文字母轮两轮都还不够 这比较长 这比较严 又不一样 它隆重分成五十三项 我们那两个拿起来 拿两条 五十三个 不知道哪有哪一个 我说来生的那些 拨杯 快 不免要问何苦这样费功夫 原来物农 很多时候耕耘的是那份人情 所以杨学汉虽然希望邻居们也来做有机农业 他知道目前 特别对当地盛产的西瓜来说 完全不放农药还有相当困难 他也只能忍耐体谅 而国小同学有西瓜快采收了 到播房去要几个来尝尝 一段番薯绕口令以后 往靠近浊水溪河道的滴滩地走 以往我们记得西瓜田是地方经济命脉